黃委員好 部長好 時間關係就不說客氣話了 我想前面針對有關於汐止捷運的事情 我在不管是在交通委員會還是在院會 提出過好多次的質詢 2月22號我到行政院 參加張景深政委主持的 前瞻基礎建設的會議的時候 我也當面提出了要求希望把它納進去 也有其他的立委贊成這樣的提議 但是最後沒有納進去我非常的失望 我看到你們在新聞稿說 是新北市政府沒有積極爭取 但是我不是在幫新北市政府講話 就是那天會議的時候 新北市政府的人也在 那我還有其他委員也都支持 最後為什麼沒有把它列進去 委員特別說明一下 那天會議的結論 因為我們那天人沒有去 我們看到的會議結論是說 核定的部分就納進去 沒有核定的話就依照程序走 所以這個民生系指這個部分 因為它的這個 所以你的意思是核定的納進去 然後沒有核定的就不納進去 這個是我們得到院裡面的紀錄是這樣子 所以當時就有這個考慮 不是啊那還是有很多其他新新的都已經被納進去 這些新新的可能連可行新評估都沒有做 有些確實是這樣 他確實是要考慮到他的一些現況的執行力 在新北市這邊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當可行新評估都還沒有做 你們卻把它納進去 這是先設建再畫靶嗎 還是不管可行新最後結果怎麼樣都會做 多多少少要考慮到各地方的執行力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對於新北市已經在執行的幾個案子 就覺得說 眼前可能他們這邊先執行這一些 其他比較 包括台北市捷運局都還沒有完全同意 我直接把時程齁 再跟部長複習一下 是 2011年民生系指線就已經完成可行性研究 是 2015年完成綜合規劃作業 到去年的時候 朱立倫跟柯文哲講好 說全縣一次核定分期施工 是 這也是中央的建議 是 現在目前正在進行第二期的環評作業 是 現在正在進行當中 是 那我要問部長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為什麼這條線這麼重要 進度也都超前了 不要說超前啊 你前面的可行性綜合規劃都做完了 現在正在做環評 你為什麼不把它納到前瞻基礎建設當中 你現在沒有把它納進去 你未來交通部還會再支持這條捷運線嗎 因為據我們從台北市這邊了解 這個環評的困難度很高了 所以才不敢說在這個時候 它沒有完成以前 我們就冒然把它納進來 不是啊 那你這樣子講我沒有辦法接受啊 其他的連可行性評估都沒做 你都納進去了啊 不是嗎 對是有這個情況 但是就是我剛剛講 一方面是它相對爭議 一方面是它執行力的問題啦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 你也只是說 新北市政府的執行力很差就對了 不是 它現在已經非常高的這個負荷在執行了 它已經有三條線 再加上現在環狀線都還在執行當中 所以才覺得說 是不是這個上面 考慮到它的橫平性跟 目前第二期 沒有啦我現在再直接問一句話啦 如果環評過的話 交通部支不支持 環評過我們當然要支持 好 部長我現在很嚴肅跟你講齁 就是 我大概都贊成 我們在做交通建設的時候 要看必要性 要看重要性 那你之前也提過 說要看自常率 現在這個是民生系指線喔 經過系指的地方 我標出來了 人口密度在五萬四千人以上的裡 有十一個裡喔 三萬六千人以上未滿五萬四千人的 也有九個裡 我現在就比一個最簡單的 你們通過的三陰線 五萬四千人以上的只有五個裡 三萬六到五萬四的有六個裡 當然我並不是說三陰線並不重要 三陰線我相信 爭取的委員也認為它很重要 但是我看了這個人口的密度 我看了自常的率 我看自常率我就沒有辦法理解說 為什麼人口密度比較高 自常率也比較高 的民生系指線 竟然沒有被納進去 就真的就是因為環評而已嗎 因為你上一次 我記得你有說過 說自常率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調出來啦 他的自常率有45.30% 這個比三陰線算出來的要高啊 其實跟委員報告 我從來都不是認為說自常率 是要在交通部來做考慮啦 因為這個確實是從國家財政的考慮 這我了解 就是說自常率太低硬要幹 我也不贊成啦 但是我今天會站在這邊 這麼嚴肅的跟你講這件事情是 我不是在這邊空口說白話 了解了解 我把路線經過的人口密度 影響到的人數影響到的裡 以及你們做出來報告的自常率 這些數字全部都掉出來了 我看完這些相關的資料以後 我完全沒有辦法了解 為什麼民生系指線沒有納進去 我想您現在所提出這些都是事實 那我剛才也跟您說的是 現在這個民生系指線是由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他們在做規劃 以他們的了解 他們現在二期環評上面所面臨的問題呢 我們才覺得沒有在這個時候納進來 所以你現在就是在等二期環評的結果嘛 是的 等到二期環評結果如果過了的話 交通部絕對全力支持對不對 是的 好 謝謝 謝謝 通過張委員